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宁如 今天全台湾新增了两例本土个案 跟四例境外移入个案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 这两例本土个案都是在台北市 案16255 是一名年仅一岁的小男童 因为父母亲确诊被匡列 男童在隔离期满前也被验出确诊 而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案16254 她是一名从英国返台的20多岁女学生 她的足迹不少 便及台湾五线市 还到过台北市的三家百货公司 包括了天母SOGO 还有大业高岛屋 以及大直美丽华影城 台北市紧急匡列了21人 也发送了493封的细胞简讯 不过她的CT值很高 有34 而特别的是 她在去年9月份 其实已经在国外确诊过了 连打过了一记BNT 而今年的3月7月 入境台湾两次都是阴性 而现在又要出国前 再度被验出确诊 是不是是旧案呢 还有代理器 经济清空百货消毒 因为有确诊者来过 就是台北市20号新增的确诊个案16254 家住士林是从英国返台 20多岁的女性 CT值为34 她表示自己去年9月在国外确诊过 而且也在国外打过一记BNT疫苗 但19号出国前的裁检又是PCR阳性 今年有回来过两次 分别是3月份跟7月份回国 排检都是阴性 她是不是Delta还不晓得 所以因为她的CT值也是比较高 那目前都把它列为是本土的个案 北市公布足迹 她9月18号到过大业高岛屋 和大指美丽华影城 隔天19号到天母搜狗 因此这三个地点 20号停业一天 目前北市发出493封细胞简讯 接触者有21人 其中18人在台北市 3人在其他县市 按16254其他足迹还在疫调中 而感染源从何而来还要再厘清 不过这两天个案都集中在北市 台北市长柯文哲谈到疫情 表示新冠肺炎是秋冬的疾病 预测11 12月可能冲上去 是否还有一波大流行 陈时中这样说 11月12月 我想任何的一个时间点 疫情都有可能加剧 只要我们不小心 就有各种情况 那大家要一起努力 不管疫情 耗发在哪个季节 请洗手 戴口罩 扫群聚 准没错 记者 富山干了地 台北报道